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 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 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 自古就有 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蒙宴 就能看出各种门道理 在大堂上以南巷为中 在小的房间内以座西面东为中 其次是坐北向南 再次是坐南面北 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 鸿蒙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 中旬的是室内的坐词规矩 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 他的这个坐词安排 项羽东向而坐 项羽是项羽的叔父 辈分高也东向而坐 范征呢 是项羽的总父甘迪亚 他占了第二宗位 坐北朝南 刘邦这个时候 势单力孤啊 而且又是来请罪的 所以呢 只好去居下坐 坐南朝北 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快 则只能卫裂莫喜 面西或坐或礼 项羽让刘邦北向坐 这就有点过分了 中国人好客 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 刘邦的权势在小 那他也是主兵啊 按规矩 那得上座 可结果呢 得了个饭局上 我们说端插倒水的位置 从这栋饭局的座次安排上 也体现了项羽 骄傲专横的性格 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 仁勇负重 楚汉相争之时啊 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 板凳这些家具 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 就是铺装席子 吸地而坐 一般呢 是两席着地 同步呢 落在这个角准上面 这种做法啊 比较端庄 安详 当然中国人讲做 还有一种做法 叫技 就是小腿跟脚面呢 触地 大腿呢 跟小腿呢 称直脚 大腿呢 跟这个腰部垂直 这是一种 恭敬和警戒的坐姿 所以又称 威坐 我们常讲的 正经威坐 就这个意思 鸿蒙宴中啊 凡快突然撞到 卫士闯入 进入葬中以后啊 项羽马上 按键而起 那就是按着键 然后突然就 甚至挺起来 那就是随时准备 站起来 拔剑格斗 显示出啊 他当时行李 是非常紧张 充满见辈 我们看 在这场饭局上 不仅有项羽刘邦 两拨人马的 名强案件 而与我诈的 这种智力较量 也透露出 古代的隐私礼仪 从中啊 可以规见 当时待人接物的 风俗习惯 社会风尚等等 中国自古 就是礼仪之邦 人们的行为 举止 都有理智的规矩 即使暗藏杀鸡的 鸿蒙样 也处处透露出 文化的内涵 时至今日啊 我们请客吃饭 依然有一套 约定书成的 做此门道 不然 做出了位置 饭要吃了 人也得罪了 还落得个 不懂事的评价 那可就是适得欺凡了 所以做人啊 还得守礼呀 老明 不怕 老明 早 到 的